中国情侣节的偶像是牛郎之女 之女本来是天地的女儿 牛郎是民间的范牛郎 有一个老人就是看牛郎很老实忠厚 就说富流山中有一个老牛病了 你去他那里把他治好病 后来这个老牛就成为牛郎的指导员 给他出主意 之女嫁给牛郎以后生了一男一女 每年七夕一定要见面 这种相守感重的喜怯 到七夕晚上喜雀都首尾相悬 搭成一座雀桥 让牛郎之女踩着他们的身体相会 之女爱牛郎爱了什么 爱她的忠厚诚恳 爱她的勤劳 这是中国牛郎之女爱情故事的一个核心 抛掉那个忧郁的生活 公主的生活 做牛郎的妻子 过去中国的婚姻观 就是特别反对贤贫爱妇的 我们是提倡爱情忠贞 牛郎之女就是忠贞 这种民族的心理民族精神 就体现在这个流郎之女的爱情观里面 七夕节有一个别称叫七桥节 之女是很巧的心灵手巧 在七夕的时候 女性特别是少女 要向之女骑桥 现在许多个地有桥的地方 到七夕节到了 把自己家乡的那个桥打扮成缺桥 施家庄也在提倡 七夕的糯米枣 还有专门的七夕的糕点 七夕是男女婚恋的这个关系 2010年中央颁布了 传统节日的一个文件 讲到七个节日的主题 关于七夕节主题是爱情忠贞 这是中国情侣节的特点 这种爱情忠贞 它不光是青年时期的恋人 而且是夫妻 长远的夫妻 连自然界的鸟都来帮助流浪之女 这么一个很美丽的传说 天上人间永恒的爱情 这是中国七夕情侣节的精神 西方的情人观念是比较广泛的 包括婚前的恋爱 婚外恋 中国人讲情侣 婚后就是夫妻 婚前就是未婚夫妻 这个概念就不是一样的 你看西方电影 经常出现 这是我的第一任前夫 这是我的第二任前妻 他们把离异当做很寻常的事 但是跟我们中国的情侣节 所提倡的精神就不是一回事 情侣节真是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在里面 文化是什么 是民族的灵魂 是民族的血脉 传统节日就是民族文化的结晶 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七夕节就是这种结晶 这种载体之一 现在各地不光是青年男女 而且中年的迎婚的 金婚的都在过七夕节 我觉得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 一个很好的发扬 这种节日不仅是对动物性的升华 提高到的精神全面上 这种婚恋观 这种精神是可以融入未来的 所以中国人应该提倡自己的情侣节 这就是七夕节 传统节日是在传统社会形成的 传统节日也要与时俱进 要有我们时代精神 这方面有一些事业 有一个国外留学回来的女性 在北京专门办了一个幼儿园 用儿童洗纹罗剑的方式 来过中国传统的节日 我觉得她这个试验就非常好 七夕节 传统的那个吕红 这种西书在现代有的就被淘汰 但新的习俗要逐渐地形成 七夕节的这种婚恋观 这种精神我们就要发扬 七夕节情侣节要找出适合 现在男女需要的那种活动的方式 这方面有带大家发展 谢谢大家